我你是不是拿我当傻逼呢 你是不是看大哥有钱了 大哥啊我知道了 大哥给多了大哥太惨了 是不啊你是拿大哥当傻逼呢 你是我告诉你啊大哥也玩社会的 你要是这么跟我捞口一分钱都不给 你能就不咋的啊 能咋的啊 打你呗 糟了 上去那六七个人给那个王同达 那打的那我跟你说那大炮大飞饶 那是一顿提 这拼了胖的给大蒙逼 啊不废话了 王同达被打了 啊别打了别打了 别打了别打了 通道大哥再去不社会吧 他在天津那也不行啊 别打了别打了 别打了兄弟 咋的啊 还叫板不呢 你不挺牛逼的吗 刚才咋的又社会又干啥的 你他妈在江苏社不社会 你到天津你装什么狗篮呢 啊 我告诉你啊 大哥我不吓唬你 这钱你要不给 你这车 你从天津能不能发出去 都想说的 你别看你跟那个仪器签的额同 行啊 王同达五五脸上的伤 这么的哥们 你这钱我给你行吗 我考虑考虑 我给你啊 像你说的事的 我也跑不了 我这车给大家签完单子了 我看出你也有能力 啊这车我他妈也运不出去 我运出去 你搞得破坏 我也翻不上 啊 你先让我上医院行不哥们 操 他找这个态度就完了 真叫我三驢了 我跟你说 你这样哥们 啊 如果说这钱你给我啊 咱他们还是哥们 以后啥事到天津 你这事 我跟你还鸡不毛哥们 还哥们 哥们啊 咱俩别提哥们不哥们的 我服了 五百万我给你 啊 我上医院 今天就今天你 我到天津你这么好客 对吧 一顿大飞酒 大炮子 大电炮的 啊 大啼头子的 这这个我记下了 这情意 啊 这个 我能不能走了 哥们啊 你给我三天时间 我这车也运不走 啊 三天时间我联系你 给你回信 啊 我也回不了江苏 现在 操 我料你啊 少不了啥花招啊 还是那句话 那我就给你三点时间 啊 赶紧滚 听明白吗 差我一分钱 不好是 啊 想想你那车啊 让他们走 这不几个人 驾着当时 王同达跟那个 还有他对小司机 俩 司机也被打了 俩就被驾了 这不就下楼了吗 给他整张车那司机 王同达两个人开车吧 大哥 能开 他呢都没打出什么骨折来啊 因为没想那么太大的 上车第一件事 就把电话 拨给谁了老铁 就把电话拨给不是别人 就就拨给谁了 就拨给家带 因为他这个事就找家带办呢 但是有人说说 那一套的事跟家带啥关系 他在那边有没朋友啊 那不就认家带的牛逼 家带给北京还没走呢 哈带北京呢 带给一瞅 哎呀 达哥办完事了 这是回来找我呀 来感谢我了 是不是 没准买点礼物上的 这都背不住 哎呀 达哥 家带呀 你在北京呢吧 啊 我在北京呢 啊 大哥办完事了 啊 怎么样 到天津那边好使不 我趁开打完招有面子吗 哎呀 有面子 老有面子了 到这边该说不说啊 车就是六万块钱一台拍的 啊 五千台 杀小黄车 妈的 钱都付完了 那不挺好的吗 哎 我听你说话声不对 哎呀 我出来 我让天津人给我一顿大皮鞋头子 一顿大脚丫子 一顿大悬肥脚 我踢懵了 大电炮的 天津人给你揍了 因为啥呀 哎呀 啥别闹了 家带呀 你在北京 你他们的 哥往北京走 见面大带戏聊吧 啊 啊那行 不是 行行行 你上宗盛表行啊 在朝阳区有个宗盛表行 你到这来啊 对找不到人打听 对对对对对 你过来我让司机 接你到路口 好 废话不多说 那边那个大哥呀 就这个 啊 孙英杰不知道 啊 他惹了个不小心麻烦 啊 你看啊 瞅着他江苏 也是没啥就不能的 担心在 你能买五千台出租车的人 也不是懒子 本身也挺社会的啊 废话不多说 那边就往这 哎 这边没当回事啊 这边就往北京赶 紧赶慢赶来到家带的 这个宗盛表行来 等这个司机啊 下车 这个下楼 包括家带下楼去接去 啊 一开车门子一瞅 哎呦我擦 大哥挺牛逼的 做个家常的啊 司机下的鼻青年总的 包括他 大嘴巴子 大撇头 炫的 身上还有酒印子呢 他穿的西装嘛 那里面的身色 还有酒鸭子 酒皮鞋印子啥 哎呀 大哥 这啥整的 要打这样呢 谁打的这是 哎呀 别提了 进屋里面慢慢说吧 赶紧进屋 快点来 啊 谁啊 我这个屋里面有 有有有 有那个衣服 西装啥 你换换一套吧 你这这这 哎呀 行的就 简单先换换吧 没上医院看看呢 这比也挺社会啊 没上医院看 他不像小诚那种金贵面 社会人出神 啊 这不给他换来换来换来 换来换来是西装 夹带的衣服 啥的给他换上 啊 咋的了大哥呀 你给我嚣嚣 哎呀 别提了 之前我不说了吗 我自己找的那个销售经理吗 找的朋友吗 我的朋友一个基本江苏的小老地儿 啊 找的朋友 找的一个啊 天津港有个社会吗 啊 你没戏销 当时这个天津港的社会 这小子给我联系的这个销售经理 啊 答应我是 哎 便宜万我钱一台吗 这里面肯定是有利益点提成啥的啊 人家卖车挣钱 是不是也正常啊 那是啊 结果这不找你找到小城哥了吗 结果又便宜一万 我就没找他呗 那不也很正常吗 咱不得找便宜的买吗 那没毛病啊 结果呀 他妈的 啊 这小子给我打电话 哎呀 也怨我 我他妈太仁慈了 那句话咋说 词不从井散不养兵啊 词不养兵散不从井的 你说你说你说我 我他妈也见 他打电话 我说啥呢 说我呢 也别爱一百忙碌了 我去呢 啥意思呢 啊 我说我我我 我说给他拿点好处费 毕竟一忙碌一个来月嘛 加大仰慌给他拿钱了 我去我张嘴啊 给他拿二百万 我估计这是他妈钱给多了 啊 这家伙 他妈的张嘴供要五百 你说这啊 他妈的 就是我给多了 看我他妈有钱了 拿我当三绿逼了 加大仰慌 那那那你不给他就揍你啊 关键是严谨当地挺社会啊 啊 严谨这还说了你五百万要不给的话 我这车在天津港 要想发出来都费劲了 啊 严谨随随地 能在这个啊 天津那块啊 说监督我这个车发哪块物流 说要砸我车的玻璃 又就卸我倒车进来 啊 给我整的挺闹心的 实在不行 那五百万我就给他吧 我他妈认倒霉吧 加大一听 大哥 这小子办事本身他妈就是他差事 你没差事 你给他二百一点都不少 我也这么想的呀 你这样 这事呢 你别管了 你交给我啊 我吧 哎 这不加大拿电话就打给谁了 就打给杜成了啊 那废话不多说 杜成呢 当时跟这个大志他们 没啥事宝贝他们就打牌嘛 哎 替那个志哥家打牌白天 这是白天上午的事 啊 中午左右吧 哎 电话他就急 喂 啊 哎呀 大哥 那个 诚哥 我那哥们那个忙通达 达哥那个买完车了 回来了 啊 怎么样 挺顺利吧 挺好的吧 有面子吧 哥 面子肯定是有 车是很顺利 签合的了 但是出点差错 出点差错 咋的呢 那个 买车的过程中吧 啊 他中间原来他找的那口银 他不用了 可能是估计提点 提成没挣着 击眼了 把这大哥给约上去了 大哥撒喝的呢 给人要拿200万 人家对面 他妈一看他有钱 要500 不给 给他打了 提过枪 有他妈这事 这他妈不凶冷吗 说的不就是呢 官家说啥呢 说人家给天津势力还行呢 说如果要运车 要是走火运走气运的 人他妈要搞破坏的 你这事整的 我心情诚哥 你看天津那边 天津社会啊 说是天津的社会吗 叫啥名 你说我听讲 我这刚正好有天津哥们 给他当地都挺好使的 擦你吗 不像瘦瘦的 那个 叫啥大哥 叫孙英杰 说叫什么孙英杰吗 成哥 那个你看看 你兄弟有认识的吗 等会啊 二红 天津的这个成哥的兄弟 二红还记得吧 咱们之前讲过 因为小成 咋的叶总会 这边认识的吗 收到能下了 二红 二红过来了 成哥 那个我问你个事 天津港那个 有个叫什么 叫孙英杰的社会 你认识不认识 啥段位的 有没有名 二红一听谁 孙英杰啊 对 只有你 二红讲话的孙英杰 我知道这人 但我跟他不算熟 干啥的 哎呀 没啥基本事 反正敲诈勒索啥都干 收黑猪子 对个缝呢 天津口碑不达好 本地人都不找他办事 这比赖 你这本地人找他办事 说谈好十万 都怪你二十万 这比他妈的 本地人不找他 一般外地人找他办事 都成一听 听明白了 段位呢 段位成哥 你想想能搞吗 天天干他妈偷鸡摸狗 敲诈勒索 他能他能搞哪去 啊 给天津也就属于 比小智会大点吧 宗社会吧 其实二红也是这个段位的人 啊 他也不是顶级大哥 小成一听 听明白了 那个 你这么在 这边啊 找这人了 值得叫啥 我也会兄弟认识的 啊 那个 呃 你该哪呢 不行我过去 咱见面啊 然后给打电话 看看啥意思 啊 哎呀 那成哥 那那那那 那这么的 我在我的表行 那那你过来 还是我过去也行 呃 你别过来了 你那朋友还去拜奏了 我一会领那个二红 我兄弟这帮人 过去看看找个事 啊 前面再说 好好好 哎 诚哥 电话肚成就料了 大指甲话 咋的呢 那个 这个没啥事 啊 帮那个加带半点 是有点差错 我过去看看去 大指甲话不是 不是打仗吗 哎呀 打啥仗打仗 你不用管了 这哥 那谁啊 元南 啊 唐立强 金利老黑 啊 这个 护卫江星 逃强 二红三猴子 待命 出发 小生亲自点兵点将 就这些社会啊 宝哥一手 不是不是 干啥 我也去 我也去 啊 讲话 你怎么不出 出门不带我 行吧 那那这 啥局的吧 把宝哥 还有王卓 陈在 那个陈卓 王在友 也全带上 啊 赤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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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袋脑袋 差了 现在小生牛逼的 你发现没 不带我来 以前那么小生的跟我混的 行了 不几乎 他那事 赤哥都不去 很快 他们就来到哪了 就来到当时战术了 杨强队 豪哥在上海呢 啊 昨天不刚讲了吗 一会上海的 有买 废话不多 署啊 他们就来到当时终身表行 那也很顺利的 就见到了当时啊 谁呀 就这个王通达大哥 王通达跟谁呀 跟这个贾代啊 这边呢 是小城领着宝哥领这帮兄弟去进屋 一进屋在二楼嘛 那个贾代楼上有一个 这个他一楼是卖表的 二楼都 贾代那表行那表都挺贵的 都是几十万上百万那种楼 上二楼到二楼啊 有一个插室 就进屋 网屋这么一进 啊 包括马赛尔都改这呢啊 一进屋 啊 这时候啊 这小城一瞅 哎呦我操 就隔了一天啊 王通达被打的也打过架 那脸上 就打这笔样呢 哎呀 王通达大哥讲话呢 啥也别提了 小城哥啊 啊 这个事啊 该说不说过 他妈挺登 啊 那咱不废话 小城就问他因为啥 他前前后后 就像我讲故事的 把事讲得很详细 那咱就不能重复了 都成一听 这他妈不行人吗 这不啊 啊 给他二百万 给他给他个登 给他给打电话 我跟他说 哎呀 那个 那那那行 我这有他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 啊 你给他打电话 啊 不行那啥 要二红打 也行 啊 要二红跟他说 啥意思 看看 啊 是行 那我先给他打个电话 这不电话 啪啪啪啪啪 就不过去 啊 不过去这边 这个随行街 接电话 喂 哎你好 哎那位 兄弟 我 啊 王同打 哎呀 哈哈 打嗝啊 啊 打嗝 不是 兄弟 你这样啊 钱的事啊 有人跟你说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哎 钱 钱 钱的事咋的 啥意思 你等会 等会啊 小陈讲话呢 啊 二红 你跟他先说一声 哎 这不二红拿电话呢 喂 啊 是不孙英杰啊 啊 我是孙英杰 你谁啊 孙英杰啊 我 天津二红 知道不 二红 啊 我知道你 啊 老弟 他比二红大啊 我知道你老弟 你啥事 他那段位差不多啊 骑虎难下吧 说 啊 你啥事老弟啊 我跟你说啊 孙英杰 你这不贪事了 你知道不 啊 我问你 你这不昨天 这这是不是打人了啊 把一个江苏老板给打了 打了 打的 二红老弟 啊 找你了 哎 你不不在这个天津婚了吗 不是不是你出门的吗 操 我在不在天津婚 问咋的啊 不是哎 你这你打的谁不 我打的谁啊 啊 你说我听听 打的谁啊 你他妈打的是我大哥的朋友 知道不 这我大哥干啥的不 你大哥的朋友 不你大哥谁呀 啊 你别废话 啊 我告诉你啊 你这事 他妈谈这了 你现在出门啊 他妈道个歉啊 赔点损失 没点这事啊 我他妈给你做了句好话 二红啊 你别急不跟我俩装逼 啊 在他们天津外 不及我吊你 你给我俩装什么大哥啊 你啊 哎 你他妈的 你他妈牵手是 哎 杜成家发一瞅二红没好使 二红要是有引力好 那个段位 他就好使 杜成家发来来来来 给我给我 不是哎 杜成把电话拿过来 来 啊 你叫什么引力 那个你叫什么江英杰啊 我是啊 你谁啊 我二红的哥哥啊 我在杜成 不是 你二红哥哥 二红弟弟 不是 你啥意思啊 我没啥意思 哥们啊 你打的王冲打吧 是我打的 打的 打了 那我告诉你啊 摆在你面前的 现在有三条路 第一条 你现在上天津市公安局去自首去 啊 当然了 你可以选择不去 不去呢 第二条路呢 就是阿特去抓你去 啊 这第二条啊 第三条 那就是 我上天津 我把你削帕去 给你扔进去 你自己考虑 你看看啊 你你你选哪条 不是 你咋那么能吹牛逼的哥们 哥们哎 不是你谁呀 哎来来来 你报个号 你到底干啥的啊 你二 你二红大哥你谁 我他妈不是天津 但我告诉你啊 你要不就自首 要不给你扔进去 要不给你打趴去 推大水 不是哎 这小子并没太骂杜成为啥 因为二红跟他差不多啊 而且杜成上来就说 说你他妈要就自首 就要不给你扔进去 也挺和人的啊 二红呢 你说也社会人 如果二红的大哥 段位也不能太低了 他也合计这事 他说来来 哥们你报个号 你是天津谁 我这他妈对不上号啊 这么的哥们啊 你要是真的天津牛逼呢 你报个号 我也不是说 他不给面子 你真好使的话 对不对 你说一声 你是谁啊 那讲话呢 你确实牛逼 那咱惹不起你 咱给你这个面子 对不对 那钱我都可以不要 我可以道歉 但你这玩意 你谁你得说呀 谁没必要跟你细数啊 我瞅你这笔样 你也不太服气 是吧 啊 你这时候又不能自 你这么的 你要行的话 咱们见一面 啊 你看你敢不敢 没啥不敢呢 你就说吧 上哪天津随便 哥们 我给你机会 你选 你说天津港 你随便你选个地方 你这么的 那你今天下午能来不 我能去 我现在中午 我几个小时就到 下午五点 天津一品轩 二零八包房 啊 我等你 什么地方 天津什么地方 一品轩有个插楼 知道不 都成了一听一品轩 都成了别不知乐为啥呀 那一品轩二零八 那包房里面 那都成干过李燕泰 干过就把李强的 那啥哥俩 也干过那个 宋喜航他们 那干好几个人 干在那地方 啊 那个一品轩二零八 是不 我知道那嘎的 啊 咱们一品轩二零八见呗 你来吧 啊 等你 小大牛逼手的 你就过来吧 啊 手手的 啊 就那个戴哥 啊 领着达哥 咱一起上到天津 啊 咱们到天津 到到到那把事办完了 明天回来 要再讲话了 诚哥 用不用我在这个北京 再带点兄弟 或者是上深圳那边 吊点兄弟 不用 到天津 还就不用啥呀 到天津啊 到天津咱不好使啊 啊 不用到去带兄弟 就这些人 啊 把马三三哥带着啊 这个身边有几个 带几个人 三哥一吵 行 哎 多多多多 多多多人 那老铁 马三 焦远南 彭立强 再加上金利大老黑 再加上江星护卫 他一大帮 再加上当时 家带有几个兄弟 左刀江林 也得有十七步隔 哎 开着五六台车 这不就奔往天津了吗 北京离天津也不太远啊 开车几个小时吧 废话不多说 那咱再说是那边 那边这个大哥 江英杰吧 把这电话一撂 江英杰就合进来 他混得不高段位啊 我说了 但江英杰一合进 说你妈的 这小的他妈的教科挺狂啊 啊 说是让我上六三门 这个自首去干啥的 而且二红吧 也是社会 他能管这批 叫他们大哥 也不能太低的段位 对吧 老铁 啊 叫什么啥名我还没记住 比我惹不起那主 对不对 哎 我还是有备无患 这比挺奸 哎 他没吃大鬼 就因为他聪明 啊 那社会人 咱要是讲什么傻屁 是的 那就不叫社会了 那老老子 那是那是虎屁 社会混得有点头脸的 人的脑瓜都不一般 啊 就咱们讲的 什么小贤 梁旭东赵餐 那脑瓜都跟猴似的 那好处村 哪个他们脑瓜简单呢 我告诉你 那脑瓜没有简单 都嘎嘎聪明 这个一合去 此人绝对不是一般人 别扯 啊 我找个人吧 对不对 哎 我别急忙洗掉马哈的 我再碰点 他们刚把人 拿电话 他巴巴巴 就拨给谁了 啊 老铁就拨给 当时不是别人 拨给一个 在天津 非常好使的一个大哥 这么跟你说吧 这个大哥 天津能排上了 啊 黑白两刀通吃的一个人 啊 在这个自己家中 啊 这时候没啥子 没啥出门 他最近 啊 电话一通 喂 啊 那个杭哥 啊 在哪里 杭哥 啊 我在家呢 啊 怎么的呢 那个杭哥 那个有个事 我先我跟你说一声 啊 啥事你说你说 那个咋的呢 我前段时间 给他们联系一批车的事 啊 五千台 给他们天津买 买一批下例 啊 通过我 然后找个经理 啊 然后准备他妈一台车 我先堆点缝子啥的 啊 那不挺好的吗 关键是咋的 关键这笔吧 这个江苏的老板 挺有钱的 他他妈找别人 找着关系吧 找到天津一系 老走了 最后这个钱呢 我没挣着 然后这不我就不平衡了 我找他就要点钱 这笔张嘴啊 给我二百万 我就合计啊 我也瞅 这笔他妈挺有钱的 你看他妈这这车 他得挣一个夜 五千台 他他妈六万块钱提的 啊 我现在我亲 我吃个饱饭 他卖地人是不是 天津那个江苏的 我就要五百 这笔不给 我就给他揍了 啊 然后呢 这然后他妈的 他回北京那边 也不知道他该找的谁 啊 这个他走了 他给我打电话呢 啊 他他 这个这个 要来跟我谈的这个事 啊 叫话叫挺硬 让我去自首去 啊 怎么呢 让你去自首去 对 啊 让我去自首去 我这有点没底了 你说你说你说 在天津 你说让我去自首去 六三门 我说了 我说我不去 他说那不去就让六三门抓你去 要不就把我腿打蛇腾 你说哥哥你说你说 在天津谁这么吹牛逼他不到杜城市给北京打电话啊 他说给天津谁这么吹牛逼谁呀 那个他就是天津我叫二红的一个一个姐妹说说二红管叫大哥哥我也不知道干啥的哥他也不不好啊 我告诉你啊 结巴哎他哪口音的口音好像基本东北的啊不是天津人 那你说一个外地的到天津给你叫这话你也害怕 你不白混这混的 你怕他干啥呀 来这儿喝你就揍他 啊你怕啥的 这不有你杭哥我在这儿呢吗 啊 在天津南部吹牛逼你杭哥我给他嘎的不好使吗 啊 杭哥那那 我就给你兜着底了你怕啥的啊 他装逼啊来好使你给他面不好使你就你就揍他就完了 你看他干啥的就完了呗这点事啊 那行了杭哥那那我就有底了给你打完电话我就有底了啊 没告诉你们等着可以揍他不用惯他啊好嘞 哎电话八灯一六他打给谁了 这个在天津老体啊说说的五爷牛逼五爷五爷牛啥比呀五爷五爷是什么跟社会也是牛逼啊 五爷上面好几个爷呢 他找的谁呢 啊这个杭哥呀啊他有个爹哎叫平碎那讲话呢五爷都得管宋平碎叫打 那宋平碎这个宋平碎给天津呢就属于二三把手的啊 宋平碎的儿子宋启航当年被小成把腿给打折了还记得过 啊还记不记得被杜成给打了腿打折了就他自从他腿被打折之后吧是点脚了啊后来有点点脚 但这毕业就不咋参与江湖的事啊但是时间一过哎人呢都有这个那啥他就跑了上巴忘了疼了呗啊 这不吗宋平碎的儿子宋启航跟这个谁啊跟这个孙英杰有大哥关系非常好哎 那也是他他的大哥了哎就是打电话了这会知道李四的大大大哥是谁了吧废话不多说 他受完他的鼓励之后就没啥怕的呢那有宋平碎呢那那那那他儿子那宋启航怕啥的啊 这不吗废话不多说杜成他们就很快改到赶赶到天津港 到了天津港之后啊杜成一看几点他们约的比方是五点 结果这样啊已经是四点四十左右了杜成两号哪也不去直接奔一品轩 青春书录啊那边呢这个大哥啊该说不说谁啊 这个孙英杰也不是傻逼知道这个找的二红傻的肯定也有社会 也那提前就备好人了这么说吧他备了多少人吗啊 他备了底有五六十这个茶楼一品轩楼上楼下都有包 哎楼下的包房啊讲话了都放着他的胸在家 哎楼上的也有楼上楼下加一起都有五十来人吧 改他那个屋里面就得有小二十人啊楼下的包房里都藏满人了 而且他也告诉大伙说如果说来的这人跟我装逼 我摔杯为号我把杯子一摔你们就干的就完了 哎都上了好去了啊哎包括什么枪杀都有 杜成他们这不就到了吗 杜成讲话走杜成他们也是少啊 十八九个也是眼睛那边四五十人 到一品轩门口车往那一停 啊杜成一下车跟着当时夹带还有当时咱说了 这个这个这个王同达他们往屋里一静 付完一头哎呀欢迎欢迎凌几位啊 这个马三讲话了二十来位吧啊 早人往里走杜成他们因为之前说好二零八了 但往里走的过程中啊服务员挠挠的 哎我瞅前面那人那么熟呢 哎走在第一个那那那那小哥呢 这么熟悉他好像他好像来过你 一会儿呼哎呀妈呀 好像是给他经常干账那个主啊 杜成给他就挂号有名啊 好像是那个叫什么华运公司那小子 哎废话不多说杜成他往进去了啊 往楼上上的过程中他路过别的包房有的包房是没关门的喝茶的啊 一看的左青龙右白虎的有的这把闻着神的夏天吗啊 讲话了啊往外瞅 这二红一瞅 成哥 撒笔找人的 你看这些人来的啊都天津本地的社会有的我都挺熟悉啊 唯丑啊都几个社会不是 都说讲话有人有人呗早日怕的早日他干咱们啊 吵吹牛逼早上楼 哎杜成就没怕他 这不送人就来到楼上了 到楼上就到这个二零八包房啊 往这门口 这边啊 哎到门口 袁南跟吉利他们咔一拉门 杜成成哥这就进屋了 由于屋里面已经有了不少人 他这茶楼的包房里面挺大 本身研究二十来人 杜成带是西伯格 哎但是往这屋里一进 这屋里面还有很大地方 呼啦啦就进来了 进来把门就拉上了 一进门 二红他妈 你眼睛二红认识这个孙英杰一瞅 哎呦我擦 你包括王同达大哥 二红讲话哎呦我擦 啊来挺早啊 啊 孙英杰你知道你看事了不啊 王同达给小声给旁边倒 我成哥就他打的我 都成一瞅 啊这时候啊 这时候啊孙英杰瞅瞅 哎呀二红啊 你咋的啊 又婚于回线呢啊 他妈给天津都婚不进去了 上外面婚去了 哪个是你大哥呀 咋的啥意思啊 二红讲话呢 不是啊 你知道我大哥谁不啊 二红抬头瞅瞅 这个就小成岁数小 个就前头啊 难道这小鼻子吧 啊 二红讲话 这我大哥谁不啊 我告诉你啊 我大哥天津华育公司 都是我大哥的 这是天津港华育公司不啊 二红以为爆出这个华育公司 当时华育公司天津 天津已经很有名了 肯定能喝着他 孙英杰一清 华育 天津港啊 那边我不咋去 啊 那边不属于这个新区吗 滨海新区吗 说天津港那边我不咋去 我也不熟悉 什么华育不华育 咱那么就说事啊 有谁说事 要做吧 哎 他他他不知道华育 他也不做大买卖呀 他不认识 也很正常啊 杜城一瞅 这么茶楼 地不挺大啊 杜城扒了 兄弟一拉凳了 杜城要做起来啊 包括这个加赖 他们都做起来 杜城瞅瞅这脚一瞅 就是个低端这会儿 中低端吧 没多高 哎 哥们 你打的 我打嗝 思雅杰 思雅杰这会儿上下 瞅瞅瞅杜城 对 是我咋的 啊 哥们 咋的 不服气啊 你可以报个号 啊 你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这个咱天津港的人啊 杜城一笑 我是东北的 啊 老家吉林盘使的 啊 过得比较早 干哪个都呆啊 什么海南的啊 你包括北京啊 天津上海 哪都呆啊 做买买的嘛 啊 东北人 来吧哥们 那你跟我说说 我把他打了 你看你不满 你啥意思吧 是不是 你想替他出头啊 还是咋的呀 杜城瞅瞅 老弟啊 我再说一遍啊 今天我来了 给你两条路 一是你 你你啥 你他妈自己去自首去 啊 到里面待几年 二十年 你他妈跪地下 磕个头 给我达哥道个歉 啊 看我达哥心情好啊 把你顿这事就拉倒 他兄弟旁边去 唱你吧 那么脆牛逼的 你干啥的 哎 孙英杰一白手啊 对对对对对 孙英杰脑袋不空啊 说丑子这小的 他妈这么面嫩 敢说这话 挺硬实啊 讲话呢 别别惹麻烦 干嘛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哪干啥的 啊 这妈二红一吵 操我成哥的 哎 都成一白手 不用说二红啊 不用这事 我不干啥 我就坐满 咋的老弟 啊 不服气啊 啊 是你这 你说你也不报号啊 你要牛逼 我给你面子 但你要是这么老吃 哥们 你说那两条路都不能走 你看能不能有这种可能 什么可能 我把你削拍 这个啊 你跟我道歉 这五百万你还没给 哈哈哈哈 啊 二红都笑了 是操你吗 你疯了 啊 信不信腿给你打折的 啊 啊 都成讲话了 你可这么能吹牛逼 啊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几个 你跪去 让达哥打回来 我再考虑啊 原不原谅你 他有一句话啊 要是动手的话 他肯定能占便宜 因为楼上楼下的银 白马了 还有家伙事 但这笔尖就尖的 他没冲动 你这么的 哥们啊 那你既然不说 那我抱个人 你看看行不行 都说一听 哎呀妈呀 你要抱好我 来来来来 你抱个人 来来我听听 改天经 我不吹牛逼 黑白两道 你随便抱啊 好使啊 在天经你说吧 你抱吧啊 天经 谁 你说 那我就抱了 这个 天经 宋平顺的儿子 宋启航 啊 那是我好 哥们 也是我的大哥 那宋副市长 你不能不认识吧 他的公子 啊 你说你凭啥 跟我斗啊 哥们 啊 哈哈 啊 谁 你说谁 宋副市长的儿子 宋启航 航哥 那是我好大哥 才牛逼 今天你们不整名班的 我他妈今天 都给你们打跪下 啊 狐狸给旁边瞅瞅 不是 哎 你说谁 你说那个叫宋启航 那是不是挺高的 大个子啊 蹭个脖子 支了个腿啊 然后眉毛 啊 怎么的 袁南瞅瞅 啊 哎 你说那人 是不是腿舌了一阵 有一阵 腿也给打舌了 是不是有一阵 啊 小成一瞅 为啥说袁南跟 跟虎伟问呢 因为当时打 打的时候 不就袁南跟虎伟他打的吗 啊 他讲话了 都成一听 那个 哥们 哎 你说那个叫什么 宋公子 那个 他是不是有一阵 腿还打舌了 啊 你知不知道这事 这 那宋启航 那腿被打舌 能上 可哪说 是我腿被打舌了 这肚承的 叫华韵的 能跟那般人说吗 但是或多或少 在江湖上传出去了 说他被打舌 他也知道这个事 但他不知道谁打 他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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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阵 他好像腿受伤了 这 咋的呢 啥 啥意思 啊 这 你这么的哥们 啊 那个宋启航啊 也算是我一个朋友 好久都没见过 自从他腿折之后吧 这小有点隐退江湖了 维持也没看脑子呀 既然那是你大哥 你给他打电话 啊 你告诉他 有个老友啊 想的 一直想见他 你给他打电话 然后我跟他说两句 你 你认识航哥 太认识了 我俩是老朋友了 那 那 你讲话 得会没动手啊 操你妈 这笔认识宋启航 我给宋启航打电话吧 我看看航哥 啥意思 认不认识他 他不知道 面前的小程 就是打宋启航 把宋启航腿打舌的那笔 根本他都不知道 这当时他一提宋启航 都上讲话 说你给宋启航打电话吧 我跟他是老朋友 啊 我还跟他认识呢 你给他打电话 我很长时间没看着他了 自从他腿折之后 我就再没见过他 这当时然说了 孙英杰一听 啊 哎呦 我去你妈的 得后面揍他呀 他认识宋启航 我跟宋启航关系 也是间接没那么硬啊 他跟宋启航是关系硬 后怕 拿电话 这不就打给宋启航了吗 启航大哥就急 喂啊 你好啊 哪位啊 那个 启航大哥 我孙英杰 啊 英杰啊 咋的 汉哥 那个跟你说个事 这个 我跟对面 这不 这不 谈事的吗 啊 来了 啊 啊 这个 那个来了 结果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对面吧 那个小大哥说 说认识你 哈 我这 我这也没动手 啊 汉哥 你看那个 啊 你跟 说认识你 说跟你是老朋友 跟我是老朋友 我也不认识谁啊 还东北人 啊 你要去电话 我看看 啊 哎 来 那个 哎 大哥 杜船拿个电话 喂 啊 听着我谁 没宋启航 啊 宋启航 刚才就记不见过 那么一次两次面 那都有半年没联系 他能知道是谁呀 你谁呀 我谁呀 听不出来吗 不是你谁呀 没听出来 哎 我问一下 你的腿现在怎么样 啊 好利索没 我 我腿好利索没 不是 不是你谁呀 你啊 啊 我谁 啊 听不来了 我听不来了 你到这才你说话 我呀 啊 杜船 啊 你忘了吧 啊 在几个月以前 在这个一品轩 那个二零八包房 我现在就在这包房的 啊 我让我兄弟把你腿给打折了 你忘了 这刚几天啊 你 是你杜船 就是我 对面一听啊 我操你吗 宋启航腿是他打折的啊 这苏英杰听啊 那边宋启航 讲话 是你杜船 哈哈哈哈 是我啊 哎 好啊 不是 这他今天碰了个小老弟 啊 说是你是他大哥 咋的 你现在就瘸了巴基的 你还出来摆字呢 啊 你信不信 他把那条腿给你打折的 杜船 你他妈别过分啊 说杜船 你他妈跟我好好说话啊 你把我腿打折的事 我没找你 你他妈还 不是 你找我你就来呗 哥们 啊 你看我宰的嘎子呢 你敢不敢过来 你过来我不吹牛逼 瘸了巴基 我把那条腿打折的 我不打折那条腿吗 那条腿给你打折的 信不信 你 我 他妈 不服气你就来 一品轩二零八啊 嘿 咋的啊 不来啊 城阵的气人啊 这条腿给打折的 宋启航把电话就给挂了 那样小城给埋得过气 这电话一挂 屋里面的气氛就变了 杜船在瞅瞅对面这个大哥 孙英杰 兄弟 啊 这个 这个 怎么样 啊 你找的宋启航我忘跟你说了 他那条右腿就是我打折的 啊 哎 越南呢 胡伟啊 越南跟胡伟往前一上 那个 那个 成哥 啊 就这俩兄弟 他俩把推打折的 啊 就他俩打折的 孙英杰一瞅 操你们踢钢板上 得回没动手啊 动手他废了 小城讲话呢 兄弟 你早那样是不好使啊 你大哥都放弃你了 电话上都挂了 没敢来 你看看 在天津港 还有没有认识呢 啊 更牛逼一点的 啊 那个 成哥 我 就在你坐这个位置 就在你坐这个位置 打折的 啊 我兄弟趴一枪 推打折的 那个成哥 我也看出来了 我也惹不起你们 啊 成哥你说啥整 就啥整吧 服了 服了行 啊 你要是服了这么点 兄弟 我他们也不难为你啊 因为今天呢 你还行没 他放神情 聪明 这样吧 你啊 跪地一下 让这个 啊 我达哥打回来 还回来 啊 看你这态度就不用磕头了 啊 给你免了那个头 跪地一下 让我达哥打回来 达哥 行不行 再赔点钱 忙从哪里愁 太醒了呢 这孙英杰一说 成哥 我 我说实话 我没钱 我穷了吧唧的 我哪有钱呢 啊 十万二十万 我拿都费劲 要我也不能干这事 成哥 钱就免了 你说的 我跪下 我让他打回来 我就能走呗 都上瞅瞅 大哥 他也急不清了吧 你得不要钱 跪着打回来行吗 王同达讲话呢 王同达本身是个格局很高的人 说那行 没有问题啊 那一点问题没有啊 行了 来吧 跪下吧 江英杰瞅瞅 就在江英杰准备要跪不跪合计的时候 杜莎这话又想 等会儿 些别跪 喂 宋起航啊 啥意思 你要来啊 杜莎 你他妈太过分了 我他妈越心越别气 你他妈上回把我腿打折了啊 你今天你他妈我都没这么操作这事 你还打电话骂我 啊 你这么的啊 你要是这个牛逼的人物 你给他等着 我今天我去 我肯定腿给你打折的 你信不信啊 我打成你双腿 给宋起航气得干反电了 宋起航越想越别气 就今天我爸骂我 我他妈也干成你腿 啊 你看上次你打完我 你就回家肯定有人骂你 我今天我也急了 杜莎 你不在那208的吗 你等着 我他妈二十分钟我就去 我腿今天肯定给你消折的 哎呀 反电了 行 我等你啊 喂 你来啊 你千万别不敢来 我他妈 我他妈半小时最多 我肯定去杜莎 啊 你别后悔 你不敢天津的吗 你等着 我现在就往那去 那你来吧 啊 好嘞 宋起航这个人也激烈 说我他妈管我爹 管什么书记不书记 我就去干你下 能咋的呢 那废话不多说 宋起航把电话一撂 宋起航该都不说 因爹改天津熬使 不废话 打个电话 就叫个几十个人轻松 他这回找的是白道啊 话番没减 找了当时 就有三四十个小五哥 找的是小五哥 啊 在此的小五哥 巴巴巴巴 天津市 比如说是甚至队的咋的啊 带了三四十个小五哥 往这边赶 这边小城一瞅 这个你要是不服气呢 你可以等你大哥来 啊 你大哥现在要来 要来干我来 啊 你看看 你咋的 你是现在是跪下 啊 打过来呢 啊 还是你现在你你你你你车呢 孙英杰的毕业挺聪明 啊 一想 他能打击巴 宋起航腿还没啥事 这个人都不用问他是干啥的 我只能惹不起 啊 宋起航来呀 没准还得还干 我拉几个袋吧 神仙打仗啊 我可别扯这事 成员 你刚才不说了吗 我只要跪下 他打回来 我也不给钱 成哥 我 我不等他了 我 我 我还回得得了呗 行了 老弟他行了 啊 那那那那那 你看看你跪吧 孙英杰也是一带大哥啊 他跟二红都一级别的 瞅瞅屋里这些兄弟 你们都出去 啊 都出去 都下楼 外面等我去 兄弟也明白 这大哥他妈不好意思 当咱们面贵 这笔只能是拉了 那兄弟也能看清好来连 啊 大哥呢 我们楼下等你 赶紧都下去 给这帮兄弟都撵走了 剩他一个人了 给他干了 走到当时 王同达的跟前 哭咚就跪去了 大哥 我有眼无珠 啊 惹了您 给您打了 对不住了 大哥 你缓回来 啊 大哥 这达哥瞅瞅 下来两个打他吧 啊 达哥是个很有格局的人 他达哥在说伸伸手瞅着他 妈的 早知当日何必当初 你说你啊 我不想打你 但你他妈 我给你二百万 你不要你他妈 你还要我五百 这回狗逼没来着 你还得挨措吧 啊 我得还回来兄弟啊 但是我跟你不一样 你他妈给我一顿大飞饺 大电炮的 我今天呢 我就当你两个嘴巴子 给你个教训 就完事 啪啪就两大嘴巴 啊 行了 成哥 啊 哎 杜成瞅瞅 说大哥 你这 你这打人呢 啊 他打你 打你多狠的 你 加带讲话 不是大哥 你这 大哥瞅瞅 那我再打一下 一电炮嘛 孙英杰眼睛打个耳炮 啊 行了 我告诉你啊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你大哥跟你的格局不一样 啊 你记住了 啊 我他妈的 跟你之间的事 就拉倒了 该说不说啊 那个王同达的格局绝对高 这要是别人擦 你妈这 不得咳 咳他个半死啊 孙英杰一瞅 哎 谢大哥 谢大哥 大哥 绝对够断为大哥 啊 谢成哥 那我撤了 滚吧 哎 这不最小的起身啊 挨了两个大嘴巴 一个电炮 起身下楼跑了 出来之后 兄弟瞅 大哥 没事吧 啊 你妈的 没事 啊 惹不起呀 你妈的 这帮鼻子 太那么厉害 啊 上车 开车啊 溜了 一分钟没落潮 挨了大嘴巴 挨了大电炮 就在他走后 也就十分钟 来了个军律 打卡车 打卡卡的 还有一个大奔驰 从车上下来 不是别人 宋启航 宋少爷来了 带着当时 塞这个小五哥 轻装上阵 啊 各顶各的小坐讯 小皮鞋 登登登登登 就往里跑 他小程还合计 他说 他宋启航能不能来 啊 讲话呢 就在这时候 啪 门推开 宋启航一推门 啊 都常等人一抬头 哎呦 咋 来了 他腿都没说多严重 他就是有点点脚啊 毕竟腿部被崩了嘛 啊 点脚啊 瘸了瘸了 往屋这么一进 啊 超超五里人 也是二多人啊 他那带三四十个小五哥 人数肯定是牛逼 啊 瞅瞅 孙英杰呢 啊 杜长 杜长一瞅 孙英杰 对 我兄弟孙英杰呢 你把孙英杰怎么的 哈哈 孙英杰啊 孙英杰 他自己已经下完跪 认完错 啊 我们跟他们之间的事啊 已经完事了 啊 现在是你的事了 啊 别说你还真来的 老瓜当时忽悠一下 他来的目的 第一啊 是为了报以前的仇 第二也是为了救这个自己的兄的孙英杰呀 结果第一个消息一听 我唱你吗 我为孙英杰来办的是这地下跑了 啊 还给人下跪了 你说得不得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宋锦航再一低头一瞅 不是 这屋里面的仇啊 他有认识的除了渡厂啊 谁啊 就是这个张继东不在这坐着 跟渡厂在旁边坐着啊 一瞅 这不 这不继统大哥吗 这继统大哥 你也在这啊 张继东一瞅 旁边啊 宝哥吴桑宝 来了一句 那时候打他的时候没有吴桑宝 那时候 宝哥这时候不认他 宝哥但知道这个事了 小时候小了 咋的 新鲜的啊 我告诉你啊 就基本你叫东哥的这个人 也是成哥的兄弟 知道不 那都是成哥的小老弟 啊 张继东一瞅 不是你这 宝哥讲话 都几个小懒子在成哥面前 知道不 还找小五哥来 啊 啊 你们都他妈哪个对付的 知道我谁不 啊 小五哥总票罢了 全国的双战大哥 那是我他妈哥哥 我叫吴双宝 啊 你们他妈哪个部分的 啊 小五哥也蒙比 谁 啊 这 全国小五哥一把的 弟弟 是他 其实当时他送 送起航金的蒙比 紧接着宝哥 当然和我讲话了 说我再跟你介绍啊 这个是河北的这个 两江总督的儿子 那个是河北王的儿子啊 这个啊 你别说杜成不杜成呢 咱就说杜成的小老弟 啊 张继东 他叔是谁啊 啊 他叔没儿子 他叔拿他当儿子 他叔在天津当一爸爸 你爸是鸡巴啊 你爸见人家叔叔 是不是得打立正啊 你他妈疯了你啊 啊 你今天赶紧就不道个歉 不难为你 要不然今天揍你 把那条腿打折 小五哥当时就就蒙逼了 不说他肯定不敢动手了 眼睛 这磕了一落 他瞅瞅 此时张继东瞅瞅 杭蒂亚 你说你怎么还不小呢 啊 你坐着高的 我跟你说两句 东哥 我坐着坐坐坐坐坐 我这么跟你说啊 你爸跟我叔 那都是一套帮子的 啊 别说杜成是不是我哥啊 都我好哥们 都得尊重人家 杜成身后的意思 我还用给你接受吗 那华业公司幕后 你爸没跟你说过是贼吗 啊 你他妈疯了 啊 天津就这么大 啊 我叔跟他爸哭 哎呀 杜成讲话 我都这波不愿意打你了 知道不 你今天你再这波 降一句嘴 那条腿给你打折 你信不信 啊 不服气啊 赶紧这么讲话 赶紧给诚哥道歉 自喜屈辱啊 诚哥 对不住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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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咋的 擦 擦那个屁股 你还能咋的 啊 行了 没人接不打你了 你赶紧滚蛋吧 你啊 张机动两个儿滚吧 散不打的 送起啊 行就就去啊 去的 瞅瞅这些小五个 赶紧走 哎 宝哥两个儿去走 哎 你们都基本哪个部分呢 哎 我他妈找我哥 喂 送起航 不是那个旁边 那个张机动 行了行了 宝哥拉倒吧 别整大了 宝哥 你让我哥 他妈 给你们全免职 废话不多数啊 送起航 也自喜其辱 哎 到那没好使 还给道歉 那这些人 这不就差不多了吗 杜城俩话事 也办完了 球也报完了 啊 唯独这杜城 唯独不多的 你看这报仇啊 卖大舌 胳膊腿的 现在咱们讲过 团蛋 碰着不过几次 这是一次 走不下楼吧 啊 那个 在下楼的过程中 王冲拿 瞅瞅家带 家中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我心思了 这钱吧 我不能自己摔呀 那个 又省那个 又省那个钱 五千万 我请我揣一千 剩那四千 你跟城哥 你们这这 这非这么大劲 又天津又北京的 你 你们就拿着 家带一丑 城哥也不能要 我也不能要 啊 咱们哥们之间呢 不涉及钱的事 啊 这钱就拿着 以后有啥事 到江苏 你安排就完了 不是 这这五千万 就拿着吧 他妈杜城 他哪给后面落 杜城不知道 等他们后来杜城值的时候 杜城给家带一顿买的 家带 你带哥 你跟我说一声 钱到时候没想要 但他们你说 咱非这么多事 一分钱没捞着 狗逼没捞着 来回被说搭个油 搭个人的 多逮啊 杜城讲话 你拿两千是那个事 一分钱没要 杜城也不能过后 再去把管业要 这钱啊 杜城跟家带 一分钱都没要 要不怎么说 家带 仁义呢 家带这么说 后期家带有困难的时候啊 家带就剩三两个亿的时候 神圣的资产 家带张嘴 也能就是在北京 跟深圳那些富翁里面能借十一二十亿的 他能借着 啊 但家带得病了 家带也不想坑谁 啊 就说实话 家带是后来这个有病死的前几年啊 给这个媳妇留了点钱 跟他儿子也够用了 后来 喝 Excellent 那啊 你好 叫你 叫